嗨!我是Shar-Pay 今天的主題呢是一個 我很久以前就很喜歡看的主題 但是我覺得最近已經很少人做了 叫做Winter Tag 我從大概五六年前就超愛看YouTube 然後那時候就是幾乎都是比較多歐美的YouTuber 然後他們就是比如說一個季節 然後或者是一個節日就會 有像Fall Tag或者是Christmas Tag 不好意思外面有人飆車 今天沒有人施工了耶 我剛剛講到哪 然後我一直都蠻喜歡看這類影片 可是我覺得我發現 今年就是那些我很喜歡看的歐美YouTuber 都沒有做這個影片 所以我想說那我自己來做一下好了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 就是包括我自己就是 每一個時期每一個季節都會有不一樣的 就是心裡的感覺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那時候影響你那時候的品味 或是你那時候對 顏色或者是香味的想法會很不一樣 就像可能你今天很喜歡李明浩 可是明年你就很喜歡吳亦凡 就是這個意思 2017的Winter Tag 呃這次彩虹問題是Bethany在 不知道大家是不知道Bethany沒有他 他是大概前幾年 現在也很紅啦 就非常紅的YouTuber 我覺得他全盛時期應該是在 就1314年的時候 超級厲害的那種YouTuber 就是我真的覺得他是 他對我來說他就是YouTuber界的女王 我還有去過他來台灣的見面會 我還有跟他要簽名 等我一下 登登 那時候他上一個雜誌 然後那時候他來台灣 然後他的簽名在這裡 可是已經有一點 有點糊掉了 喔然後我還有跟他 合照一個 拍立得 登登 他超級可愛他人很好 我今天早上才看他那個 Black Friday Haul的影片 我發現我又開始離題了 傻眼貓咪 反正我這次會用他2012年的 Winter Tag的問題 What ever Winter Nail Polish 我一直比較喜歡這種裸色的 我最近很喜歡擦的是這個 3CE的BR06 他就是一個很標準的姨媽色 那這個顏色就是超級秋冬的 這沒有什麼好講 就是楓葉的姨媽 楓葉的姨媽 可是我覺得要擦兩層才會真的是 這個包裝上的顏色啦 下一題 What's your favorite winter lip product? 我覺得因為夏天還好 可是如果開始換季 然後冬天嘴巴就會很乾 所以呢我還是比較喜歡擦 就是這種比較滋潤的唇膏 就是最好是潤色護唇膏 然後我最近用到一個很好用的 潤色護唇膏 這是加丹尼爾 就是我之前有介紹過這個牌子 他出的一個角砂的護唇膏 因為我很喜歡角砂這種東西 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 算是很好吸收的油類 所以他那時候出角砂的護唇膏 我就覺得很棒 而且他這是有潤色的 給你嘴巴一個很健康的感覺 顯色度比較高跟就是護唇膏 潤色護唇膏比一下 他絕對是比較不會那麼的 那麼的飽水 所以我還是會選這種就是比較 比較滋潤的 今天光一樣從那邊來 所以我的這一臉就是很亮 最喜歡的冬天的衣服 冬天衣服的單品 應該就是像我現在穿的這種 就是你知道這種衣服 就是這種 我跟你講這件衣服真的軟到枯 他真的是摸起來就是很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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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對但我沒有就是特定一定要用什麼品牌啦 就是只要舒服就好了 然後 然後冬天的時候 我很喜歡很喜歡在家裡穿這種襪子 我買超多這種襪子 這個就是 fluffy 就是這種很fluffy的刷子 刷子 我超級喜歡 就是很 很舒服 我其實一開始對這種襪子沒什麼感覺 就是後來我就當交換學生的時候 就是發現 他們 很多小朋友會在家裡穿這個 然後我就覺得很可愛 所以我就買了很多 不會很貴 就一雙可能跨一百塊 可是他這個是很厚的那一種 就是 不是一般那種十九塊的 就是他真的是很溫暖 但是就很麻煩 他根本塞不進去你平常穿的鞋子裡面 所以 我可能只有去很冷的地方然後穿雪靴的時候 才會穿這種襪子 嗯?拍得到嗎? 你看 超可愛 我超愛 剛剛是不是有照到垃圾桶 Sorry 好家常 最喜歡的冬天的accessory 我選了幾個我最喜歡的圍巾 一個是這個 就是這個是我在韓國買的 就去年去韓國的時候買的 然後 我其實 不是喜歡他的造型 而是因為他真的是 超級軟超級舒服 他就是那種 超級無敵瘋狂溫暖 然後也是很軟的 然後也是很軟的 就覺得很像 很像李敏浩 就是從背後抱著你的感覺 我就好喜歡喔 然後那時候我就買了 我買了四個還是五個 就是送給我外婆 因為我外婆就是 他好像蠻怕冷的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給他 然後再來是這個還蠻多人問的 這個是 其實我覺得這沒有很溫暖耶 這個是我在就是環球影城買的 那個哈利波特那邊買的 然後他那時候有賣就是這種 這種就是真的在電影裡面出現的那一款 然後還有另外一款是 上面有印印花 就印那個 那什麼學院 史萊哲林學院的 就是 要買就買跟電影裡一樣的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個 我拿的現在拿的都是我最喜歡的啦 就是 這個我也很喜歡 但是我覺得這個 溫暖度大概只有五吧 這個應該是有 這個有九 這個溫暖度有九 覺得溫暖度十的我覺得會給這個 這個是很多夜市都有賣的啊 那時候我實在好像在一中街買的吧 這個好像才一百兩百塊錢 然後 這個真的是我覺得最溫暖 而且他超舒服 就是你一開始賣的時候還 還不會那麼軟 然後你帶久了 他就會變超級軟 重點是他這個可以圍超級無敵 瘋狂多圈 然後你就會覺得 真的是溫暖到爆炸 我現在好熱 結果我就覺得這個真的是 很可以買耶 就一百兩百那種 而且這個真的也很難 然後再來是 這個是UNIQLO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很好看 他的配色 就很有氣質的感覺 然後 這個 這個溫暖度 只有六吧 也是一樣 我覺得是搭 搭衣服在配的 對然後這個的話 是我在 日本的UNIQLO買的 才 三百 九日幣 那我就帶著這個聊好了 你看 這個 Favorite winter scent 還有 candle 就是你最喜歡的 冬天的 香氛味道 可是因為我沒有在點蠟 因為我覺得蠟燭 點一點就沒了 好浪費喔 我沒有那麼多預算可以點蠟燭 我最近很喜歡的 味道 就是這個 E-Soap的護手霜 然後它是 柑橘的 柑橘的味道 現在就來擦一下好了 我覺得 我現在只要擦到這個 我就覺得 瞬間整個人就 精神抖擾 我不知道要怎麼樣 形容這個味道 就是 你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必須要符合這個味道的那個質感 動 好難形容 反正就是 我覺得這個味道 真的會讓人家覺得 很 很高級吧 可能就很多人會覺得 它的東西很貴 然後我再次強調 就是它們東西 都是容量算非常大 這支算是很大支 我拿一支 我平常也有時候也會用的 就一般護手霜是這個大小 可是它是這個大小 這個大小 我現在握起來是這樣 然後可是這個 護手霜這麼大 如果是 最喜歡冬天的味道 就是這個 它主要味道就是柑橘 但是絕對不會是 你第一個想到的柑橘味道 它裡面還加了一些 就好像還有加了一點茶味的感覺 我先貼 再來是 最喜歡的飲料 冬天我最愛喝的飲料就是 熱可可 然後上面擠滿 就是最好是兩倍多的鮮奶油 超多人不喜歡吃鮮奶油我知道 可是我超愛吃鮮奶油 就我愛吃到 我高中或大學同學 不吃鮮奶油的 就會全部都撥給我吃 全部都把它刮下來給我吃 因為我真的超愛吃鮮奶油 就反而是如果喝冷的 我會比較喜歡喝鮮奶茶 就是那種清爽型的鮮奶茶 我不知道你們懂不懂清爽型的鮮奶茶 不清爽型的鮮奶茶 不清爽型的鮮奶茶 就有點像 星巴克紅茶 那種 就它比較濃 它有打泡的 然後 有一種鮮奶茶 是像那種 就是那種紅茶冰店的那種鮮奶茶 就是它比較清爽的 我其實是喜歡那一種 就它就是紅茶 然後直接加鮮奶 倒下去 它就沒有在做什麼打泡動作 那種 是我最愛的 然後冬天 我又有點偏提了 冬天我喜歡 就是熱可可 然後加很多鮮奶油 嗯 再來是 你最喜歡的 Holiday 或者是Christmas movie 我沒有像 就是歐美的Beauty Guru 有那麼愛就是 應景去看那些 就比如說 Elf或者是那種 Christmas的 電影啦 但是如果 就是我一個人 然後很無聊的話 我就還是會繼續看甄嬛傳啦 我現在已經在看 第十次的甄嬛傳了 真的我沒有跟大家開玩笑 我現在就 我剛剛就在錄影前 我看的真的是甄嬛傳 你看 呵呵呵 啊這真的很好看啊 就是我主修甄嬛傳 然後我復修明月傳 沒有什麼特別 一定要在Holiday 才看的電影啦 就是沒有 沒有特別 再來是 最喜歡的 Christmas 或者是Holiday 的歌曲 我最近很喜歡聽 Ariana Grande的 聖誕的專輯 我覺得每一首都超好聽 最喜歡的 聖誕節的食物 這一題真的很不適合亞洲人來回答 我們不要說聖誕節的食物好 我們說就是冬天的食物 就是火鍋好不好 我一年四季就可以吃火鍋 更何況冬天就是拿來吃火鍋的季節啊 最喜歡的 Christmas Decor Decoration 應該也感受不到什麼 我房間有任何 Christmas的感覺吧 有打算去買一個聖誕花圈放在那個位置 就是那個 白色的牆這個位置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新同學 我還沒有幫他取名字 所以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有一隻這個叫做小赫子的娃娃 這是我自己買的 這一個是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培根寄給我的一隻很大隻的紅鶴 然後其實我有點訝異 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因為他一開始是宣直接E-mail我說 可不可以寄東西給我 但我不知道他 我就想說他應該是就是住台灣的 然後我就 我就回他說 你是真的真的真的很想寄嗎 因為我通常都會問說你是不是真的很想寄 你再寄 因為不然就是如果你還好 然後你還寄給我 我就會覺得 就是沒有這個必要 你如果說是你很想寄 你不寄你會很痛苦的 那我當然是會讓你寄 然後他就說 哈哈我是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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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寄 如果你很想寄 我不會阻止你 然後我就跟他講我家的地址 過沒多久他就寄到了 然後就我警衛室就跟我說 是一個來自外國的包裹 我就想說什麼 就是我就覺得很不好意思 因為 這麼大的東西 你從澳洲寄來 這日飛應該也是 就是很不肥吧 我覺得很不好意思好不好 雖然說 就是我很開心 就是 有多一個小夥伴可以陪我 而且這個就是大的 跟就是嬰兒一樣 你知道嗎 就真的很大隻 What is at the top of your Christmas list 就是說你最想要的聖誕禮物 的第一名 是什麼 我只希望我的房間可以變得乾淨一點 好嗎 就你們現在看到的這一個位置 是最乾淨的 其他真的是亂到 我有時候光是看到我就覺得心情很差 等一下等一下 不要不要 我本來真的講一個真的很想要的聖誕禮物 就是那個 Everland 是嗎 Everland的一個 就是五公分的那個高跟鞋 那個真的很少我 我很想買 因為聽說那個就是好穿到 很像沒穿鞋 有沒有什麼計畫這個聖誕節 你們聖誕節 如果不是單身的通常應該都會跟另外一半出去吧 可是如果是單身的 像我 應該就會找也是單身的人一起出去吧 可能吧 我也不太確定 我可能還是會在家看甄嬛傳吧 好了喝完了 那這支影片就在這裡結束囉 就是小問題小回答的影片 然後可能也常常會有偏題的動作 那就是這邊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我這個人真的是很會偏題 然後要常常問你們我剛剛講到哪 然後自己又想不起來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裡囉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給這個影片一個喜歡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然後如果有其他YouTuber想做這個影片的話 歡迎把這些問題拿去 就是參考 因為我也很想要看你們的 Winter Tag 那就這樣囉 掰